好 去知名的餐廳都要定位 全台南現在最好吃的餐廳是什麼 海港城 我去吃過 我覺得收手 上禮拜帶我去吃 因為他生日 不好意思 帶他去吃最喜歡的海鮮 他吃大概八隻螃蟹吧 三十隻蝦子 跑不掉 我夾了三盤 生魚片 他至少吃了十片 我太非常喜歡吃海鮮 我就吃了兩片牛排 沒有了 我兒子更誇張 他就吃 他媽媽給他一碗炒飯 他就把炒飯吃了玉米濃湯喝完 一般來講小孩子差不多一碗飯 一碗玉米濃湯可以的嘛 你知道他後來吃了嗎 他跑去吃哈根大使 至少吃了二十球 一直挖一直吃 一直挖一直吃 我女兒薯條 可怕 他這薯條沾番茄醬 番茄醬是一大罐番茄那邊 好 不用我女兒用的半罐 我女兒吃那個番 吃那個 他不再是吃番茄醬還是吃薯條 他薯條那個每一個角度都沾到滿滿的會滴下來 然後他才要吃 你看 整個家就我吃最少 真的啦 真的啦 因為我 我 我實現沒有吃便當 OK 可憐了 吃便當還是去吃海港城 浪費錢 一個人八百多塊 OK 好啦各位同學保留學起來 OK Conservative 這樣可以嗎 OK Conservative 謝謝 申選敵蜜件 來寫上去 申選敵 靠北申什麼 寫 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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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敵 OK 這台灣就是 這香港人要稍微 申選敵 閑我知道 啊这样 倒推法 咸酸丁 酸丁啊酸丁 鼓到每一只绿茶 算了这样业配哈 fu ok好fu是什么fu suffer suffer動词 另外一个suffer from 好 ok suffer from 各位同学如果有介细词 跟没介细词分音上有差 有介细词叫做受到点点点 缀之苦 所以通常这边是指 穷 穷 穷或者是 疾病 那如果没加farm的 他就是招受 或写经历到什么了 可以吗 好招受或者是经历 所以有from 没有from有差别 有from没有from有差别 各位同学高一班我们的进度会慢一点 但内容会很多 不会赶快 尤其在暑假 很快 你们讲义第二本已经送印了 下礼拜就可以拿到了 单字2跟文法2还有片语2 不过我应该会先放单字而已 其他的慢慢来 反正我们的这个讲义一班 都是9月才开始 这一这个班是先偷跑了 OK那还有很多人还出国 接下来还没有出国计划的 有要跟我讲 因为现在你们都出国 所以我们先用小教室 等到你们全班就是食神归位的时候 就大家都回来 所以我们可能就换大教室了 对吧 因为现在至少还有好几个 毛帮子还没回来 然后郁佳好像也出去对不对 还有谁 那个那个 就那个 我忘记他的名字 好 好 宣宇宣宇宣是你 宇宣好 OK好至少三三二四个 如果有同学还要来上课 拜托一下哈 好加油 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希望这班能到三十个 这班如果到三十个 二话不说 三十个的那一天 鸡排加东周黑汤来 每个人再一份 外带一个 星巴克 其实我跟你讲 星巴克不是喝好喝不好 星巴克是喝那个brand 对 喝那个brand喝爽的 喝那个品牌 你都厉害的 你都知道星巴克跟小七的那个咖啡豆一样 小七 7-11 因为他是同一家公司都统一的啊 星巴克统一买下来知道吗 对啊 星巴克是统一的啊 你看到星巴克 mich the doughnut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coastal 黑猫在地面 那通通都是统一企业的 真的 原本麦当劳要卖的时候 统一有想要去买 但是后来考虑一下不买 OK 所以他是在喝品牌 就是要有那个 那个那个merman merman 那个美人语 那个女生那个标志哈 不一样哦 两杯咖啡一样 然后加上那个杯子就变得比较好喝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打造我的雷蒙英文一样 大家都叫我英文 加雷蒙加我的脸 啪不一样 好 好 他在上课 好他在喝品牌啦 OK 可以了啦 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我前几年的高三的一个 诶 慈濟医学院 我未来要当小额科医生的 昨天让我看直播 他没有留下说 哇 老师你的直播好棒哦 跟你上课一样 甚至更好笑 然后就跟我讲 因为那个慈濟医学院已经大二大三了 医学院的 OK 他未来要当小额科医生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觉得老师我觉得你上课一件好笑啦 我说为什么 后来是这样 你变得比较圆了 你这样看起来还有喜感 干 变得比较圆了 OK I from 要接受苦 穷或病 Poverty OK 来 因为P-O-O-R是poor 这是寻荣词 OK 这是寻荣词 P-O-V-E-R-T-Y Poverty 这个是贫穷的名词 so 谁 OK Nobody wants suffer from poverty 没有人要受到贫穷的苦难 没有人想要贫穷 对不对 但是贫穷在你心里 就像我昨天讲 不管你的爸爸是什么爸爸 都是好爸爸 对不对 我昨天有讲我宗旨断的那个原因嘛 对啊 哎 你有看吗 子题 感谢你 你看点头 这就是成忠实的雷粉 OK 我跟你讲 我下礼拜抽奖 我一定会 那个子题 你要讲 我是子题 那个要打出来子题 我抽奖一定会抽那些对我特别钢铁雷粉的 比如说我一抽起来 是我一抽起来是诱刃 对不对 我就会 哇 斯匹太厉害了 我一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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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一定作弊 百分之百 抽到诱刃 然后看着诱刃的名字 就说 斯匹最大奖 iPhone 7 Plus 我都送给他 OK 好 对啊 因为有人就只会 那妈的肥啊 胖啊 OK 他还打月磅 以后我看不出来啊 是你打的吗 呵呵呵 OK好 靠 自以为聪明 OK 还往下 好 哎 我昨天呢 请他们刷 他们什么都不刷 我就说来胖刷起来 B��B��B dru 我们把它选上来聊一下 我就重新维上去讲一些单字哈 把選到 從小到大你學過的選有拉幾個選 Choose 很好 好不好 第一個 C-H-O-O-S-E 好再來 沒了 沒了 沒有了 Choose Select 有學過嗎 有啊 7-11 的那個形象廣告不是請 我記得那年是請那個水堂 然後唱這首歌 1 2 3 4 5 6 7 Select 1 2 3 4 5 89 年前嗎 因為那時候水堂還沒升 好沒聽過 Sweet 那個時候我也 我兒子也才剛出生而已 OK好 Choose 還有嗎 Elect嘛 E-L-E-C-T 對不對 好 第四個就是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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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OK 不是 pick up OK Pick Pick就是當挑選的意思 OK 好了 所以來 Choose 這四個是有一點差別 我們先講這個動詞 什麼意思 Elect So we elect A as B 我們選這個人當做什麼 所以這個Elect We elect 蔡英文 We elect 韓國語 We elect 柯文哲 As our president in 2020 2020年我們選他來當總統 所以這個是選什麼 同學 這個是選 選舉的選 或者是把它選出來 擔任什麼的選 但這個 Choose 跟 Select 都不是 它都是選而已 這兩個選你要稍微聊一下 首先要了解一下這個 這個選舉的 Choose 是 隨 很重要喔 隨心 智 所 選 這是隨你心智所選 那這個 Select 我會比較翻成 嚴選 就是比較當中挑一個最好的 各位條件當中挑一個最好的 叫嚴選 那 Pick 這個字就是挑選 Pick it up 把它撿起來 通常會加到 這叫挑選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是可以通的 只是這個是騙語 這是挑選 好 老師 那請問一下 隨心智所選 跟嚴選 到底要怎麼分 我舉個例子來講 當年 楊老師就是我的太太 你等一下去看牆壁第三個 那個就是我太太 牆壁上第三個 那個畫的就是我太太 當年他 他已經老大不小了 32歲了 OK 32歲 然後他爸爸急著要把他嫁出去 所以就挑了四個人 好 挑了四個人 第一個 第一個 是龍叉窗簾董事長的兒子 真的 這個是龍叉窗簾 OK啊 好再來 我也不知道 第二個 是一個 立法委員的兒子 哇 第三個是一個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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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 陳大某院的院長的兒子 OK 第四個就是我 好 OK 第四個是我 欸 如果他是嚴選的話 欸 窗簾這一定有錢嘛 啊這個一定有勢嘛 有勢怎麼比 有勢怎麼化 這樣 權利啊 有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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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個不用講啊 有地位嘛 Position 醫生大家都尊重 對不對 而且你未來願你講 你住院都不用選 OK 欸如果真的是嚴選 怎麼選都選不到我啊 我既沒錢沒地位 我爸媽也是小淑賴 我什麼都沒有 我光靠這一節 還有這一節 就騙到了我的愛妻 所以我的愛妻是 他是Choose Me 還是Select Me Choose 他是隨心智所選 他覺得心在哪裡 還是選哪一個 他並不是各個條件 如果真的要挑一條件 我沒錢 我沒權利 我沒地位 我什麼都沒有 背景真的什麼都沒有 我就是一個長情路美宇總公司 還算不錯的教務跟教學而已 就長相到處去可以騙美宇老師 然後就教學可以騙很多家長跟小朋友 就這樣子 然後發音很準的 跟老外溝通無礙 然後就被騙騙想 Hey Are you ready? Tree called tree Tree called tree Smell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然後帶他們去郵街 玩那個Christmas 我就在舞台上 就是主持很厲害 就這樣 我就這樣而已 什麼都沒有 教英文可以騙騙高中生 騙騙大的大學生 OK 國中生沒問題的 你看怎麼會選我 不會選我 所以隨心事所選 這個叫choose So you chose me 你選擇了我 C-H-O-S-E 就是過去式 OK 而不是select 也不是pegan 也不是挑選 但現在不後悔OK啊 開玩笑我譜語的 對不對 譜語的對不對 你看 這邊疑信跟尾浩知道嗎 我們以前只有一層樓三樓啊 真的 現在六七五 明年拿回來 三五六七 後年四年拿 四樓拿回來 大後年 我幹掉 OK然後 那後年一樓就 下軌把他趕跑 OK 那地下室現在在整修 租金太貴 不然我就 第三次我想租起來當游泳池啊 我就真的變游泳池 而是在本班補習 任何一顆都可以免費去游泳 真的這樣想 OK 好啊我就稱霸這整棟 我的人生就圓滿了 就差不多了 OK 呃 有用詞就會有用班啊 對啊 有用詞就會有用班 但是那個要法案過很麻煩的那個 有點難 OK好來 所以這四個選選一下 選一下 那這個Election 謝謝 好 所以來 E-L-E-C-T-I-O-N 這個字叫做補選 OK 這個字叫補選 好謝謝 好那這個字在補選 再補兩個字就好 我把這個插掉 我真的不知道欸 他那個時候 真的欸 哇那真的我這聽下來 我覺得好可怕怎麼是我 OK 後來我岳母跟我講 他說那個龍叉超級的兒子 就是怎樣 就是花花公子 然後就是那個 富二代 富二代 所以就是 是覺得以後會不好 然後再來 立法委員的兒子 這個稍微好一點 好他這個稍微好一點 可是 他未來也一定會走政治路線 然後 那個我太太太媽媽 覺得他不要讓他的女兒 活在這個chaos 這個混亂的世界 第三這個醫生不用講 OK因為 就是我太太媽媽 所認識的醫生 他所認識的醫生 而且是大醫院的醫生 他所認識 他說他所認識 醫有的 沒有外醫 你懂嗎 所認識的醫生 沒有醫生 沒有外醫的 所以也有所有醫生 那個你阿公我不知道 OK 你阿公是醫生嗎 不是 舅舅 李舅舅例外 他舅舅是 所有醫生當中 沒有外醫的 好不好 OK 他人家在這裡 我怎麼好意思說有 開玩笑 OK 大醫院 他媽媽這麼認為 誰說哪個每個醫生 都有外醫哪有 不一定對不對 OK 所以他就這樣 所以他挑我 欸 然後他媽媽 明講說 我是顏值比較高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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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這個就好啦 男生 那沒有這個就好啦 這什麼 權力 一千 你變壞囉 我記得你來的時候很單純 OK 我們上課啦 OK 我要教這個字來 候選人選上去 Candidate 這被我們單字本有對不對 Candidate 來入門單字一定挑政治單字 因為政治單字夠深 然後他 很喜歡 政治 你走到那裡 拉來都要彈政治 尤其你坐計程車 Candidate 會給你糖果的人 什麼是會給你糖果的人 選舉會給你糖果的人 叫做 是的 好酸靈啊 我是電器的好 電器的好 請到我們 台灣的加油方式對不對 對 劉德華來台灣宣傳他的少讀二的時候 黃子教用這個 後來劉德華說感覺真好 台灣特有的加油方式 就是名字加動算 然後劉德華說什麼是動算 他說就是當選的意思 你注意喔 所以劉德華當下就把這個字改成 劉德華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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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覺得feel沒了嗎 劉德華當選 雷蒙當選 雷蒙動算 就是動算才好聽 當選不好聽 OK好 好啦再選上去 E-L-E-C-T-E-E 綜藝在這裡來 全部跟我名字 Electee 什麼是Electee 候選人是Candidate 所以來未來記住 只要有點點點1 我教過啊 被 被點點點的人嘛 那前面是什麼 這叫選 被選到的人 所以這叫什麼 對啊 寫上去 這叫什麼唸 這叫怎麼唸啊 是洞酸嶺還是洞酸狼啊 當選人 洞選人啊 哦我是寫台語啊 洞酸 Electee OK 當選人 洞酸狼 OK 大家可以predict 要嗎 predict就是預測一下 這次總統誰 蔡英文 蔡英文舉手 一個 一個而已 韓國瑜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這樣有鋼鐵韓仔麗 鋼鐵韓仔麗 你們都吹死 那個都是 那個都 大家都預測 所以 蔡英文應該是韓國瑜應該是對決 柯文哲應該是沒戲 我也不希望他出來 他先把台北市長做好 對 搞不好習近平都跟著選 OK 好來 被點點點的人就是 什麼什麼加E 舉例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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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IN叫訓練 你不會翻火車哦 OK 社訓的就是翻學員 對不對 OK EMPLYEE Employer叫就業 Employee叫員工 所以這個就很好學了 好 謝謝啊 我們繼續往下 Thank you so much 杯子單字就要處理完 謝謝 這樣你就不叫做 by election 就叫做 補選 所以這裡有 候選人 有當選人 好了 我們繼續往下 defeat defeat這個字 我好喜歡他 什麼是defeat 來 defeat這個字很特別耶 D E F E A T defeat這個字 當動詞叫做 擊敗 欸 擊敗幾怎麼寫 是手哦 哦 擊敗 寫起來 擊敗 或者你要寫打敗都可以 所以今天回去可以跟媽媽講一句話 mom don't be i would defeat 打敗你媽媽幹嘛 ok don't be defeated by h 什麼意思 媽媽 對我們不要翻這麼硬好不好 媽媽請你不要被 老擊敗 哈哈哈哈 媽媽你不要被老擊敗啊 你不要被老擊敗啊 ok好我們講說不要被老擊敗 被老擊敗 被老擊敗 被老給擊敗 這feat 但是他當名詞 ok 當名詞可以叫做 失敗 因為擊敗了嘛 所以當名詞叫失敗 可以嗎 當名詞叫失敗 我們這邊是失敗的意思 所以你看 elexis defeat 在選 補選當中 defeat 錯敗 他在選舉當中 錯敗 defeat 失敗了 錯敗 錯敗加油 來寫上去 錯敗 所以 林書豪 今年回來 他用了好幾次這個字 I'm so frustrated 如果你有在觀賞 你有在follow你 有沒有人喜歡林書豪啊 是但我覺得他就是代表台灣在NBA闖蕩江湖的人 所以他不管怎麼樣我永遠支持他 而且他 是基督徒 在這樣又帥 重點是他英文講的 因為他 美國人 他本來不太會講中文 中文是硬煉的 ok 來 下去 所以這配得當失敗 謝謝 兩組單字 FAIL fail 當動詞 失敗 配得可以當考不及一個 名詞 FAIL Bellewer 名詞 這個字叫失敗 那再寫 fru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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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死挫敗 那講自己用背動 I'm so frustrated 我好挫敗 我看失錯 挫敗感很重 對不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上完雷蒙老師的課 我真的覺得我人生沒有什麼意義 ok Frust T-R-A-T-I-O-N 這是名詞 frustration 這幾個挫敗失敗寫起來 defeat 動名同行 fail Failer ok 那這個frustrated frustration ok 把它寫起來 好加油 frustrated 會考 感覺到很沮喪 如果講自己用 I'm so frustrated frustrated 我很沮喪 我很沮喪 這次的會考 對不對 我差兩分就可以上男二中了 真討厭 你現在讀哪裡 我差兩分就上男二中了 真的差一點 ok 沒有我要講的是這種 你看有那種謙虛過頭家長很討厭 你知道嗎 就兩個媽媽在聊天 兩個媽媽在聊天 兩個媽媽在聊天 然後那個A媽媽就問B媽媽說 啊你兒子考到哪裡 B媽媽是謙虛的 啊我兒子考很壞的啦 我兒子考很壞的 ok 那A媽媽說 我兒子考得不好 我兒子考得不好 好那A媽媽說 我兒子考得很好 我兒子考得 考得 那個 假設 排名第六的高中是哪一間 大灣 大灣第三吧 啊要把家綺算線 家綺 家綺跟大灣哪間好 啊南大附中 啊南大附中 二中大灣南大附中 家綺 四個 啊還有失蹤 失蹤不是南大附中嗎 啊南科失蹤 喔對那個那個很厲害 欸你就南科失蹤的嘛 是嗎 你是南科了對不對 啊南科失蹤 好角色 啊第六間是什麼啦 剛剛講五間了 第六間 第七間 啊算了我們講彈紅中學好了 來 所以有沒有長龍中學的 沒有 好來我們修讀他 OK好 啊我兒子 我兒子 我兒子 我兒子考得很好 我兒子考長龍中學 我兒子考長龍中學 我兒子高興 OK 啊你兒子考壞是多壞 啊我考 喔 我兒子考很壞 我兒子考 我兒子考 真的不好 我兒子 我兒子差兩分難二中 他媽一定會火大 差兩分難二中 你跟我講很壞 真的很壞 啊他現在堂堂 啊現在就難一中啊 啊差兩分就難二中啊 啊差兩分就難二中啊 他給兩分去差兩分 你看這種謙虛過頭 因為他家住難二中旁邊 媽媽希望他念難二中 他不好意思考到難一中了 啊差兩分難二中要降低了 這種謙虛過頭 我家人就是很雞巴對不對 OK 啊就課很壞 你看那個長龍他不是他不苦死 但長龍的那個直升班他成績是很高的 但是他直升班很可怕 他直升班在國三下學期就在學高一的東西了 所以他是在高三的上學期就已經全部學完 他用一整年的一整年的時間來 半年生全部來做複習 可是那個其實 很累很累真的很累 OK 非常很累 OK 來來往下看 那我要跟你講高中只是跳板 我們這邊什麼高中都有 我們這邊什麼高中都有 老師在高雄教高中有 教私立的國立的 還有那個勢力的 通通都有 一樣都可以考到很好的大學 但我也有教到熊中熊女 考那個大學是爛死的 也有 也有 所以真的 看看你在高中這三年怎麼運用 就一個熊女的 他近熊女成績很好 但是他就玩社團瘋掉了 他是吉他 女生吉他社 然後也變雷絲編 聽得懂嗎 對 就然後就當男生 然後就彈吉他 然後到處教女生 然後就成績就爛 連中之輩的大學都沒有 重考 他爸就從教他重考 而且不讓他補習 在家自己看 就把他關起來 吃雞 就我剛剛講那個醫學念小學科那一個 他就是了 OK 至少你去念醫科 因為他就是慈激的 OK 來我們就往下 很多故事 我這邊超多故事 教了20年 學生什麼樣沒有 還有高中是去搞國中生的 OK 對啊 都有了 看過太多了 OK 來我們看一下 沒有暴動只有暴動 我們看社會新聞 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 情況比較控告 這個字在你高中會考至少這幾個意思 CHARGE 你同學第一個 第一個其實考的不是控告好不好 第一個考的是什麼 CHARGE叫做鎖費 什麼叫做鎖費 比如說你來問我 說老師現在下課我可以問你一題問題嗎 然後我就跟你講 8 CHARGES 什麼叫做8 CHARGES 要錢啊 你問我問題要錢啊 對吧 這叫鎖費的 OK 所以當名詞叫費用 第二個各位同學CHARGE叫做什麼 第二個CHARGE你們現在通通都要用了 My battery is data My cell phone's battery is data So I need to charge my battery 所以CHARGE要做什麼 電 充電 手機的充電 要CHARGE OK 第三個各位同學就是控告 好 這邊就是教控告 那控告它有用法喔 好它有用法 來 學起來 控告 加油囉 控告 在高中控告你要記這三個 從新聞英文去衍生 這是很重要的一集單字 第一個控告考的不是CHARGE 第一個控告考的是 ACCUSE A-C-C-U-S-E Accuse Somebody Conquer Something 這個我在多一班有教過 我一信你兩個禮拜沒來 算了問你不准 來 加油 你會我就控告你 控告啊 accuse somebody 什麼 something 控告某件事 接系絲給我 快來 你會我就控你 控告你 4 漂亮 寫上去 off 4 是下面這一個 ok 寫 somebody something 好 所以我們的加油歌 背錯了 你先謝對不對 謝家佑嗎 OK 陳佑任嗎 OK不錯你看我的記憶 我的記憶是跳通式的 有時候會很好有時候會不好 第三個 Charge C-H-A-R Charge somebody 空格 我們上過了 在多益上過了 有印象嗎 With something OK 再來第四個 所以多益禮拜六早上 明年早上有時間的同學說來 然後趕快去考一個多益的 看能不能在上高益之前 考個500分對不對